賣,賣什麼,自己用挑的,可以用挑的 上面的話呢,比如說第一個呢,我們是賣rent OK,按空白鍵就會跳出來 那這個利率的部分的話呢 我們必須還要再除以100 因為我們到時候輸入的話 可以輸入百分之多少,輸入5對不對 那你還要再幫他除以100 因為畫面上面各位可以看到 上面是輸入,後面這個百分比是我們自己加上去的 所以你要真的是百分比的話呢 就要再除以100,OK,利率 再來付款的期數,期數部分的話呢 我們可以 這個付款的總期數 期數部分的話呢 我們從 這個地方 繳款年,這個是年限,幾年,比如說我輸入20年 那如果輸入20年之後的話呢 這個地方就會取得一個丟給利 這個地方就是直接拿多少年 那貸款金額的話乘以 1萬 那當然這個變數其實我覺得 有時候也是比較 多餘一點 因為 x x這邊有一個 OK 好,你看這個地方 好,那我分別取得這三個值之後的話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就利用 PMT 來做 取得 那個每一個月償還的金額 那怎麼去使用PMT 這個方法 特別注意這個地方的PMT呢 雖然也要一樣的名稱 可是這個是 VBA的PMT 不是函數的 PMT 那用法基本上都一樣 首先的話呢 這個PMT 他需要哪些值呢 其實可以 這個地方 有幾個方法 你這邊 特別注意 你把它刮弧 刮弧之後有沒有看到 你打個刮弧 他也會類似像那個 這個 Sale一樣會提示讓你知道 第一個的話呢 RAN 就是利率 第二個的話 這個是一個什麼 這個 這個是一個 第二個是一個Double PV 我們限值 後面兩個參數是可以選擇 那這個應該什麼呢 這個應該是我們的 奇數才對 所以 需要三個參數 後面有兩個參數是什麼 中瓜五 表示什麼 Option 就是 可以給他